使徒行传第十四章 二人在以歌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 在那里讲的 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 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 耸动外邦人 叫他们心里脑恨弟兄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以靠主放胆讲道 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其事 证明他的恩道 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 有服从犹太人的 有服从使徒的 那时 外邦人和犹太人 并他们的官长 一起拥上来 要凌辱使徒 用石头打他们 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吕高尼的 露斯德 特避两个城 和周围地方去 在那里传福音 露斯德城里 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瘸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 他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 就用吕高尼的话 大声说 有神界的人行 降临在我们中间啊 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 称保罗为西尔米 因为他说话灵手 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 牵着牛 拿着花圈来到门前 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巴拿巴 保罗二使徒听见 就撕开衣裳 跳进众人中间 喊着说 助军 为什么做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 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离弃这虚妄 归向那创造 天 地 海 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 他在从前的世代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 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施恩会 从天降雨 赏赐封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二人说了这些话 紧紧地拦住众人 不献祭于他们 但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阿和以戈念来 挑唆众人 就用石头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了 便拖到城外 门徒正围着他 他就起来 走进城去 第二天 从巴拿巴 往特币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使好些人做门徒 就回路斯德 以歌念 安提阿去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手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二人在各教会中 选立了长老 又进时祷告 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二人经过比西底 来到庞菲利亚 在别家讲了道 就下亚大利去 从那里坐船 往安提阿去 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 蒙神之恩 要办现在所作之功 就是在这地方 到了那里 聚集了会众 就述说 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并神怎样 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 同门徒住了多日